所以说你的这个我们说以为的 说恒常世界的存在 和绝对这个相对宇宙的存在 它俩对应的 那个存在这个不存在 现在我们明白了 两个都不存在 这就是心经告诉我们的 故无无明尽 对吗 说你那个开悟不开悟 没什么关系 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我们这个奇物论没讲这个奇生死 就是因为它跟前面一样的 只是一个概念不同 你没有生和死 说我们这个修行到家了 然后上天堂了 另一个形式存在了等等 这只是我们编的一个故事 我们不存在 上天堂这件事也不存在 说在这个进入了这个高危意识里面也不存在 因为这只是意识的一个活动 它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这个是至上瑜伽里面的这个比喻 非常的贴切 就是意识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一个人呢 这个意识 我们以人化的叫一个人 他呢 整个在这个房间里面走动 夺步 然后呢 走到了一个房屋的这个屋角 低头看见了一个沙盘 这个沙盘里面就有什么 星辰日月 那个山川河流 还有人等等 就像我们看着清明上河图一样 这就是他在那 在那一会发了一会儿呆 挣了一会儿神 那个就遐想了一下 这就是意识的这个 那个逆人化的表述 所以说无老死亦无老死今 就是没有生和死这个概念 说我们死过以后 死去以后 会有这个另外的空无的世界 让我们回归高尾意识 这也是老师以前讲的 那个就是结果 而这是游戏里面的场景 游戏里面有这个时间世界 还有这个真我的这个 恒常存在的道的世界 而这跟意识相对应比较起来 这是一个手心一个手背 而意识有 这些都是互为共存的 互为共存它是相对存在的 它就等于不存在 有条件下的存在 怎么能叫真的存在呢 所以这个世界和绝对宇宙都不存在 这是结论 不是推测 只有意识存在 因为我们人类 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 意识存在 剩下的都不存在 所以我们才到了另一个高度 说我们说你修行开悟与不开悟 那个有没有佛陀呀 没有啊 哪有 就是这个人也没有 这个理论也没有 这都是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个场景的布置 一个道具而已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通透了 然后道德经说了 同位之旋 这个旋指的就是那个意识波 就是那个无限可能的存在 你说的没有 但是它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这才是这个旋的真正的概念 旋指又旋 众妙之门 指的就是我们万物啊 包括无的那个 恒常存在的 就是非常大的世界 都是什么 很有意思 对吗 这个意识才是 旋指又旋 众妙之门 妙指的就是宇宙的规律 这才是宇宙的规律的这个呈现 所以说 那个门呢 需要我们用钥匙打开 而钥匙就是我们修行的方法 你做到天人合一了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门 所以呢 我们说真我和假我 那个都是意识 意识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这么总结 这个人间游戏啊 就是让我们来连接真我的 不断地认识到 它和我是一体的 是一回事 所以呢 我们会不断地 这个不被头脑控制 然后找到那个原始的自己的同时 再去面对眼前的这个事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也轻而易举地能够面对它了 因为你以真我的这个视角 看待这个事物的时候 你不害怕了 而我们修的 为什么连接真我 就是去除那个恐惧 为什么天生就有恐惧 无论你是谁 你都会有恐惧呢 就是因为你生下来 就被封印了记忆 你自然面对这个世界 分离的世界 生下来就是被分离了 我们和统一的整体分离出来了 你有分离感 你就会有恐惧感 我们看到什么都是 这是这 那是那 就把我们和这个东西分开了 这种分离感造成了天然的恐惧 我们修行就是不断地去除恐惧的过程 而我们的那一群的我 都是因为恐惧而产生的每一个我 对吗 举个例子 说我们对于这个情感的这个贪恋 说我希望有一个人爱我 跟我就是心灵契合 就是另一半 其实呢 你为什么得不到 就是因为你同时有着两种人格 一个是贪恋 对于这个爱的这个拥有 另一个是厌恶 如果说我才不厌恶呢 那是你不知道 我们说任何那个事物都是成对应出现的 你既然有贪恋 想要 你就一定有厌恶 就是接受和排斥 喜欢和讨厌 它都是成对出现的 所以贪恋和厌恶它也是成对出现的 它是对应的 它一定不会 没有 所以你只要是想要什么 一定在排斥什么 对吗 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 是不断的去除两种相反的那种人格的 你如何能够通过不修行而做到 以脑子里的那点三维的这个认知经验 怎么可能能够看到这些潜意识里的东西呢 所以潜意识是这个藏在水面下的那个冰山 所以那太大了 我们不非修行而不可得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为了 以不断的去除恐惧 接纳每一个自己的过程 而这就会让你和真我合一 每一次面对了自己 你就成为了自己 接纳了自己 你就和真我合一了 你不断的合一的时候 你就是在完成这个人生之旅的功课 而这个功课谁给你留的 就那个玄 就那个意识 这个意识留给你了 这个和真我连接的功课 那么这个真我 它就不是意识 这就代表了我们找到了根源 所以意识 此两者同出而易鸣 同位之玄 玄之又玄 咒妙之门 就是因为意识啊 随时它都可以创造无限的这个东西 它这个琳琅满目 色彩编纷 让我们眼花缭乱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创造力 让我们 所有的 那个这些体验者们 疲惫的旅人们 可以随时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让我们忘我的事情 它都能给你创造 所以说它是一个无限可能的存在 是一个具有天才的创造力的存在 所以我们才会有 众妙之门的那个形容 所以所有的 让我们喜悦的事情 都是意识的 天才的创造而得 这才是妙的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